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第3节的漫迷早上节目 因为第一节今次跟大家说了 有个传闻迪比回来 当然我跟大家分析过之后 这个机会就相当之小 另外第二节就要多谢Vinton 因为跟我们说了他昨天去看了操练的情况 未听朋友记得去汇动台看 还有给个like 当然要多谢各位大力大力地 还有CLSS的留言 因为我现在都尽量不说太多 不过com and like share 还有订阅阿均是很重要的 对于暗迷早上这个节目的支持 好了这节是什么呢 这节就是刚刚今天的较早时段 TankHat就开了明天长波的记者招待会 也看到有些朋友说 除了Vinton之外 我看到还有一两位朋友留言说 明天都会去 希望到时见到 大家打个招呼 如果大家都是巴友 不过应该人数 球场里面有那么多人 就巴友 未必有那么多 我肯定是万乱团团团 究竟TankHat在记者之后会说了什么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挺重要的 因为其中一个问题是 问他年轻球员是怎样的呢 TankHat就说 我们有一个团队 你也知道 我们不是太多时间 因为我们要8月7日就准备好了 为什么呢 因此开了 但是我们也有些有经验的球员 也想给一些青年球员 一些天分的球员 一些机会 但是我未必可能给所有的年轻球员 都有机会 他们其实值得多些的机会 因为我们仍然都要建立一个团队 因为他刚刚才来了 老实了 所以他除了年轻球员之外 就算现成万元的球员 他也会看的 另外记者也特别问及两位球员 包括 就是Honey Budd 和James Gardner 他就这么说 TankHat就说 James Gardner 刚刚这个星期 正式进入我们的训练 所以我并不是看到他太多 也未有一个对他完整的印象 我希望可以看到多些关于他的东西 那我就会有个答案 他意思是说 他清楚多些才会给他答案 和做到一个决定 至于Honey Budd 他试试了踢了一段时间 应该都踢了没有半场 就是上一场球 踢了大约三十分钟左右 我现在就知道 认识距离多一点 他也踢得不错 训练的时候也做得相当不错 他对我来说 他的印象相当好 我觉得普遍来说 年轻球员也做得相当不错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英超的水平真的非常高 所以我仍然都记住 究竟他们去到哪里 这个程度 他们什么时候 可以负起这个责任 去为一队上阵 去贡献球队 这件事 我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证明 大家这个决定是对的 所以我也要确定 团队里面有很多有潜质的球员 尤其是年轻球员 但是也是一个对的场合 让他们发展才是最好的 另外也问及 队长 阿加也被认识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看了 Vinton那条片没有 原来训练的时候 阿老麦也做了些事情 如果还没看 记得听Vinton怎么说 他这样说 我们也听到有些嘘声 但是回应这些嘘声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表现得好 当球队越来越表现得好 当你个别球员表现得越来越好 这些嘘声自然就走去 坦白说 这个答法和这个心态 我觉得曼联除了队长 其他 对队长之外的所有球员 都应该有这个心态 这一件事才是 我觉得作为球员 是最好好的利用 对你的嘘声 才是最适合的态度 所以TankHead 如果他可以令球员 也有这个态度 我相信曼联指会越来越好 好了 接着他就说 新组 即是记者问 新组、马仔和福仔 好像表现得好 组合得好 TankHead说 是的 当然他们可以做一个好的配合 其实他们已经多了联系 我想当你见到球场上高的表现 以及见到他们 只有三个在你的阵中 你作为一个领队 都觉得自己相当幸运 对于对手的防线来说 他们绝对一个威胁 我们球队有很多武器 当然我们需要 发展得更加好 在武器方面 接着之后 被问及 新的球员 是否会来组合 也和之前一样 亦和之前一样 艾力臣和马天尼斯 都会回到曼切斯特 才会组合我们 即是说 29日奥斯陆那场有赛 可能还没有他们两个 回到奥脱福那场 他们才组合 即是说 我怀疑 所有季前热身赛 他们都未必参与 唯一一场有机会 就是在奥脱福主场那场 因为大家要留意 那两场比赛 分别 即是两天之间有两场比赛 所以之前已经说过 肯定是有很大幅度的轮换 亦都是所有球员 要表现自己 在开热之前的最后机会 OK 不问不问都会被问及 就是斯朗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Tana亦都答得很坦白 就是什么呢 就是无可奉告 基本上 他就说跟上次的情况一样 他说 担心就不是一个对的词语 我现在就集中在我现在现有 在做事 日日见到的球员那里先 他们实在做得相当不错 他们的状态也很好 他就最后说了一句很重要 We will integrate him 即是我们将他融入我们的球队 这个有趣 We will integrate him 究竟有些朋友 我看到有些记者的解读 就是说 斯朗回来 是不会default 或者自动成为正选 integrate的意思是 他们的解读就是 他要慢慢融入球队 当他融入球队 明白了他们的打法 才有机会踢正选 说真的 我就不知道这个解读 是不是阿坦克心里面 真的这样想 但是 如果这个解读 真的是阿坦克心里面 想的事情 我就绝对觉得高兴 我也想听下 你们大家的意见 是否这样 因为 这件事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究竟 所谓的大牌球员 现在我们正式叫大牌球员 其实最重要的是斯朗拿道 因为你说班奴是否算来很大牌 其实你问我的话 如果以我们曼联历史以来来说 他的级数又不是大得那么厉害 即是说 其实阿坦克如果不让班奴打正选 我相信他的压力 不会很大的 但当然 如果斯朗拿道来到 如果要不让他打正选 他回来之后 健健康康 不让他打正选 这个压力肯定是相当大 但是 我想我们站在一个球迷立场 我就希望 好像很多朋友都说的 这几天 就是军纪 阿威顿也有说 军纪、纪律那方面 一定要执币 包括他就算是球王级数 都是要 确定你融入球队 知道球队想如何 才可以让你进去 正所谓 今早的影片有说过 有几位前球员 说究竟斯朗可以如何融入 有位朋友的留言 都相当正 他就说 其实一开始的遮线 只是迫抢的第一步 当你去到我所说的 那只overload 就是几个人进去 集体迫抢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靠每个人 包括9号位的走动 以及用不息气力的迫抢 才会做得成功 所以呢 其实我也是 对我自己前天的说法 都仍然是这样说 斯朗踢到迫抢 大约30分钟左右 我想和这位朋友说的 就是不谋而合的 即管看看 第一 斯朗是否先回来 如果回来的话 我也很期待 究竟他在坦克下底 如何踢 虽然那机会率 现在就好像 不知道在家里很奇怪 所以说明天那场比赛 看看怎么看 他就说 我们绝对有个意向 是一些很高水平的足球 但有一样东西 每一次的对手 都是不同的 他们有时就不是很合作 我不知道他这句 可怨可点 就是说 之前三年代的对手 不是那么厉害 还是怎么样 我不敢说 不过 维拉这个对手 肯定不弱 因为为什么 有邪老四在做领队 他对着曼联 当然加上几千肉 但他就说 我们仍然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想踢进攻足球 主动的足球 所以他也知道 明天那对手 维拉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他就说 perf is lucky 即是说 包括Vinton 或者其他 现场的朋友 你们很幸运了 明天会赢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我也估计是 因为 会不会是 那么轻轻松松 就搞定呢 明天那场肯定就不是 那即管他们看看 是怎么办 好 最后一件事 就是关于英超 记者就问 喂 如果我们 英超头三场球 取得7分 你满不满意呢 我觉得这个答案 是很标准的 也都觉得不错 就是说 喂 现在什么都未开朗 第一 第二 我们呢 集中的就是 每一场球 每一场球 我们的目标都是取得3分 所以呢 我们暂时评论不了这个问题 这样的 所以都是那一句 暂时来说 阿廷 回答 记者招待会 即是在沟通 或者公关方面 都是做得不错 一定程度上表达到自己的意思 也都不会讲得太多 即是细节 即是详细的军程 我觉得平衡都做得不错 不太差 但是呢 继续都是这么说 这只是继续领队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明天就会看到 以及 再经过明天那场 再去欧洲 即是欧洲和英国分别 一场 即是总共还有 三场的赛事之后 就已经正式开落了 那我们真是 见真将 第一场的对手 真是不容易搞的 百里顿 去年我们也担心了 即管看看阿廷克教成如何 我当然希望阿廷克可以 继续发挥他的所长 以及最重要的是什么 令到我们所有 现在或者刚刚的新加盟的球员 以及回归的斯洛 不知道会不会 都是可以踢到他们的最高水平 以及最重要 我想很多朋友 这几天 就是刚刚的那场球 都说了一句 终于似回一队球 那我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